我手 所以今天 我想今天應該也是 最近幾個公布人士的首長當中 可能慶林宣布的人士 異動最少 我們將沿揚 我們黃縣長五星團隊 我們只有動到三個局處長 副縣長 教育處長 和原民處長 那我在這裡 先跟各位公布我們今天的副縣長 也就是我們的原教育處長 我們張志明 張副縣長 因為慶林在選舉的時候 一直就非常希望以花東三線 能夠連在一起 做一個區域經濟的概念 而且我本身是教育出身 我非常在乎台東的教育 所以我想由張副縣長來接受 對我有兩重重大的意義 第一 我真的非常在乎台東的教育 我希望張副縣長 能夠以他的圓榮 和他的教育專才 能夠為台東的教育 再做一個更努力的付出 同時因為他本身是宜蘭人 在花蓮擔任過副縣長 現在在台東擔任我的副手 我想移花東三線他非常的熟悉 也可以為我們未來的區域經濟 做更多的努力 所以今天我非常高興 張副縣長願意來下這個重任 謝謝張副縣長 謝謝 因為我會請武處長江高升 又到我們韓國瑜韓市長的小內閣 那麼我們由原副處長 由方民總 方副處長 升任做我們原民副處長 方副處長是主技出身 非常嚴謹 那麼他這幾年在原民處的歷練 是我非常尊重也非常揚賴的一個局處長 我相信他能夠立刻無縫接軌 會請處長所留下的各項建設 而他本身在部落經營也非常的髒實 感謝方民總 感謝方副處長 第三位 我們的教育處長 我們由我們的林正宏科長 來接任做林副處長 很多人都非常驚訝 因為教育處的確在台東 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處 我會唯請正宏來說 他本身正風出身 或者他歷任的我們教育處的 許多的科學館 督學 還有體健科 在我議會十三年 其實我有看到正宏他做事的謹慎 還有他的開放協調能力 特別是他最後在秘書的這段期間 他的協調溝通能力相當的好 所以我在這裡也非常高興的宣布 正宏願意接下這個任務 那我相信我們各局處也都很願意 來配合他 來幫台東的教育 讓我們來為台東的教育 繼續努力打拼 謝謝正宏 謝謝 謝謝 其他的局處首長都是嚴任 縣政府有相當多的院聘部人員 那麼他們在過去這幾年當中都非常的認真努力 那我將在這邊以人事穩定為優先 那也會授權我們各局處首長 因為是他們要用的人 我們希望尊重各局處首長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以人事穩定為優先 謝謝各位 謝謝 OK 我們的新團隊要團結共創幸福高峰 ASHK K K